据中国科学院发布消息,4月10日21点整,人类首张黑洞照片,即将在全球6D同步发布。 多年来,事件事件望远镜at,一直凝视着银河系的中心,试图获得一张人马座A位置的照片,这是我们银河系中心特大的质量黑洞。 我们知道黑洞本身实际上是不可见的,它们吸收所有的电磁辐射,这意味着我们的任何望远镜,都无法探测到它们。 那这次为什么可以得到一张照片呢?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呢? 为什么没有黑洞照片?尽管黑洞在科学中是那么迷人,那样激发人的想象力,但没有哪位天文学家真正见过黑洞。 黑洞是由大质量恒星自身坍缩而形成的,揭示了物理学的极限,是有着无限大密度,无限小体积的天体。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,即使是光。 天文学家推测,一些黑洞可能是在大爆炸后的早期混沌宇宙中形成的。 试图观察黑洞的最大问题是,即使是超大质量黑洞,质量是太阳的数百万倍,也相对较小。 我们天空中最大的黑洞,是银河系中心的黑洞,给它拍照,就相当于在月球表面拍一张DVD。 更重要的是,由于黑洞的强大引力,它往往被其他明亮的物质包围,这使得很难看到物体本身。 这就是为什么在寻找黑洞时,天文学家通常不会尝试直接观测。 相反,他们寻找黑洞引力和辐射影响的证据。 通常测量恒星和气体的轨道,这些恒星和气体,似乎围绕着天空中非常暗的点旋转,再测量那个暗点的质量。 如果测量的点天体,得到质量比我们测量其他天体都大,而且颜色更黑暗,那么就会被认为这是一个黑洞。 在我们星系中心的大黑洞周围,甚至可能有多达两万个较小的黑洞。 黑洞只有在消耗物质时,才会释放X射线,但这些吞噬一切的黑洞,实际上非常罕见。 更常见的情况是,黑洞仍然无法被探测到。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黑洞的照片,只能说是艺术家工想象出来的图片。 但是,从理论上看,看到世界黑洞的边界称是可能的,尽管并不容易。 世界是黑洞外的一点,在那里光不再能达到投意速度。 但这个世界,很可能被一个吸机盘所包围,吸机盘是围绕黑洞旋转的一个明亮的,能量极高的物质环。 这张照片如何拍摄的? 我们银河系的中心,在人马座和天蝎座的边界附近,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。 这个被称为人马座A车的时空吞噬区域,横跨2700多万英里的距离,据估计有一个西光核心,是太阳质量的400万倍。 由于它与地球的距离相对较近,相隔只有26000光年,它也是少数几个被观测到影响附近物质流动的黑洞之一。 准确地说,不是直接拍摄银河系中心的黑洞。 实际上是要给它的影子拍张照片。 它的侧影将在银河系中心辐射的背景下滑动。 这张照片将首次揭示黑洞的轮廓。 尽管人马座A的体积巨大,但它离我们足够远,所以对任何一台望远镜来说,捕捉到它都是巨大挑战。 或许需要比哈勃太空望远镜分辨率高1000倍以上才能完成。 不过,天文学家决定创造更大的望远镜整个地球。 2018年4月,天文学家同步了全球设定望远镜网络,以观察人马座A的直接环境。 这就是事件事件望远镜at,一个虚拟的行星大小的天文台,能够在很远的距离,捕捉到前所未有的细节。 如果真正去建立一个巨大望远镜,这样的远镜可能会在自重下崩溃,所以组合了八个天文台,就像巨型镜子的碎片。 这给了我们一个和地球一样大的虚拟望远镜,直径大约1万公里。 拍摄及处理遇到的挑战。 八个天文台的射电望远镜,以原子中的超高精度相互锁定,捕捉到了大量关于人马座A的数据。 据欧洲南方天文台称,他的阿塔卡马毫米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Alma,是世界望远镜的合作伙伴之一,仅他就记录了超过1PB的黑洞信息。 由于信息数据巨大,无法通过互联网传送,物理硬盘需通过飞机运送,然后输入位于马赛诸塞州建桥市马省理工学院海斯塔克天文台MIT,Haystack,Observatory,和德国波恩市马普社电天文研究所MAX,Planck,Institute,For Radio,Astronomy,的计算集群,称为相关系, 然后研究人员必须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,之后就是等待了计算机结果。 在处理第一张照片的道路上,第一个障碍,是驻扎在南极州的第八个参与设定望远镜。 由于从2月到10月,不可能有航班,南极望远镜捕捉到的最终数据集,实际上是被冷藏起来的。 2017年12月13日,才到达了海斯塔克天文台。 在磁盘预热之后,他们将被加载到回放驱动器中,并与其他七个天文台的数据进行处理。 从而完成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,连接南极,夏威夷,墨西哥,智利,亚利桑那和西班牙的磁盘。 完成记录比较需要大约三周的时间,之后可以开始对2017年AT数据进行最终分析。 最终的分析持续了整个2018年,由200多名研究人员,组成的研究小组,仔细研究了收集到的数据,并解释了可能会降低世界图像质量的任何误差来源,如地球大气中的湍流,随机噪声,假信号等。 他们还必须开发和测试新的算法,将数据转换成天空中无线电辐射的地图。 好消息是现在等待已经进入到计时,就在今晚,我们可以凝视宇宙中最迷人和可怕的天体之一的不祥阴影了。 这张黑洞照片,可能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。 那么,一旦数字运算完成,我们会看到什么呢? 有趣的是,一些科学家认为,它可能看起来像电影《星际穿越》中精心制作的黑洞。 然而,与那个特殊例子中,令人赏心悦目的重观景象不同的是,人们预计,世界所产生的光将是不对称的,而不是均匀的。 正是在这些观测中,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,将面临考验。 通过照片我们能知道,黑洞具有事件事件,一种时空的区隔界线的观点是否正确,以及对黑洞阴影的定量预测是否正确。 如果广义相对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,那么我们最终应该能够从它的预测中看到偏差,比如我们星系大黑洞的阴影形状和行为。 无论最终公布的图像是什么,它可能只会加身围绕这些神秘天文现象的疑问和敬畏,仅仅是工程本身,就引发了这一历史性时刻。 这是一个挑战,做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,这是通往黑洞冒险之旅的开始。 人民日报,黑洞今天终于要显真身了,谁为他拍了第一张照片。 Astronomers are about to make a groundbreaking black hole. Announcement, Michelle. STAR-210, APR-2019. Most images of black holes are illustrations. Here's what our telescopes actually capture. Brian Resnick, 2000 and 19.4 tour. The first image of a black hole is almost ready. Michael D. Estreve, 2000 and 19.48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